下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神牛的試波器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顯示也都蠻正常的 但是呢它其實是IRE在95以上 它就已經先Clip 然後IRE5以下它已經先Clip了 我們用一下尾色彩給大家看看 尾色彩出現了你看 尾色彩出現了看這裡95以上它已經顯示在100% 它已經提早Clip了 然後暗部在5%以下 它已經顯示已經是完全死黑 然後尾色彩在這兒你看高光 它在95以上 好我們來 尾色彩在這兒你看IRE95以上它就已經顯示100%了 然後在IRE5以下的地方它全部都顯示死黑了 就是提早Clip了 那就是提早Clip了 那它可能就是讓你 尾色彩出這兒 尾色彩出這兒就是95 IRE95以上它就已經Clip了 已經顯示100% 然後IRE5以下它就已經顯示死黑了 就是零完全死黑 所以就是 至少它會Clip 就是它會顯示說我已經100%我已經慢了 然後這裡是完全我已經沒有訊號了 的概念 那剛剛那個Fuel World它如果高光的部分它不會顯示100% 就這個就是 大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部分 至少這一台會Clip 零完全死黑了 Hit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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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